我们在编排的过程中 就是用腿摆了一个 中国的甲骨文的山字形 我觉得还挺形象的 我们是想展示一些 中国的文化 想体现一个跨越 艰难险阻 跨越山河的这么一个感觉 三千年前 因人以刀为笔 刻下了一个个神秘的符号 甲骨文很难吗 只要来国家点击博物馆 现场认真看一遍 从今天起 你至少能认识三个甲骨文 这个立体画卷呢 我们就专门选了甲骨文字中的 一些象形文字来进行装饰的 您看到在下方 这就是甲骨文字中的水 还有鱼的写法 然后中间的话 就是甲骨文字中的木的写法 双木为林 三木为森 然后在上方 这就是甲骨文字中鸟字的写法 这就是甲骨文字中的写法